苦乐只是绝授 要明白种下难以挽回的恶因 就是因为你每一时每一刻每分钟都在种恶因 人经常会讲一句话 我怎么得罪他了 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得罪他 他为什么对我不好 可是你知道吗 你在无意中种下了一个又一个不好的因 比方说你刚才没给他一个笑脸 你刚才讲的话很讨厌 你刚才只顾讲给这个人听 没考虑到边上还有其他人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他记住了 你是在暗中讽刺他 就像夫妻两个人吵架一样 吵了半天 老婆突然说 你今天为什么跟我吵 老公说谁叫你讲这句话的 我什么时候讲了 你讲了还不承认 你讲了还装着不知道 这些因都是因为无知才种下的 种下了这么多恶因 你的家庭事业和前途当然会受到不好的影响 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改毛病就是战胜自己 改毛病会很痛苦 只有下决心改正自己的毛病 你才能战胜人间一切苦难 师父在这里没有叫你们去战胜别人 而是要战胜自己 以及自己在人间经历的一切苦难 因为你战胜了自己 你就不会烦恼 不会痛苦 你就是战胜了自己 本该承受的苦果 并且不再承受它 举个例子 别人骂你 你总会生气吧 生气很正常 一般人被别人骂了都会生气 可是你在心里这样劝导自己 我不能生气 气出病来无人体 他怎么诽谤我都没关系 因为我不是他说的那样 你这样想就是战胜了自己 接下来你不会有烦恼和痛苦 否则你会很伤心 很难过 师父告诉你们苦乐是怎么来的 苦乐本身就是新的感觉 绝受 苦是一种感觉 乐也是一种感受 开心的时候 哈哈一笑 是感受吧 笑完了还有吗 刚才我笑的可开心了 有几个人笑完之后还记得的 你们的生活中 有很多非常可笑的事情 想起来就会笑 但是你会一直放在心上吗 笑过了就没了 那是一种感觉感受 你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快乐过 你们年轻的时候没痛苦过 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一种感受 如果你感受痛苦很深 拔不出来 你就可能是一个忧郁症患者 如果你感受快乐很深 那你这个人就是学的弥勒佛 人心的绝受 有时候不见自己的心在何方 因为心是制造苦与乐的根源 你今天快乐 是因为你想开心 你就会开心快乐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 朋友劝你 开心一点 来 我们出去玩玩吧 不出去 我就不开心 因为你不想开心 你真的就会不开心 这种情况你们有过吗 小时候有过 现在也经常会有 只有去除心的迷惑 快乐才会 昂伴你左右 要懂得去看到 感受到和控制好自己内心的一种无形的绝受体 一不开心了 马上绝受体就开始感应 不开心了 赶快改变 改变 开心 开心 一感觉到自己太开心了 马上提醒自己 当心 人的毛病就是开心感受不到 不开心也感受不到 开心的时候狂欢 真是开心啊 最后失控出大事 不开心的时候 不想闷在肚子里 就想骂人 发泄 不管三七二十一 脏水往别人身上泼 菩萨告诉我们 这一切都是一种无形的绝受体 是苦乐的制造者 在人间 我们每天都被无奈紧紧地束缚着 现在天灾这么多 我们有什么办法 无奈啊 我们也被寂寞 深深地捆绑着 一个人在家里寂寞吗 自己要烧饭烧菜 自己还要受苦 自己还要想不通 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确实寂寞 每一个现实 却非常残酷 让人感到无助 看不到希望 看看现实社会 你们感觉到残酷吧 每个人所经历的现实 是不是都让我们 觉得冷酷无情 怎么可能这样 怎么这么多人 怎么这么苦 很多人苦 你听到过吗 没听到过 怎么这么可怜 无望吧 人就是这么的无助 要想清楚 到人间走一遭 你到底想拥有什么 你为何要负担这么多 多么痛苦 多么忧伤 多么烦恼 多么寂寞 这就是人生 快乐在哪里 苦在哪里 等到你将离开世间的时候 苦又在哪里 快乐又在哪里 我老挤了 不过 都在哪里 不过 先都是 我 我 不过 和你 我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